就是像這種遷移逐水草而居 我想是人的天性 所以這裡你當然也可以看 現在歐洲不管大家覺得 德國好好喔 英國好壞喔 英國不給人家進來 然後德國好像比較善良一點 你都要想想看 在兩百多年前 誰可以阻止你穿越河川 穿越海洋 穿越山 到另外一個國家 這種國界 國界之分 不就是人們後天的人們 所制定出來 而且到這一兩百年 它才越來越嚴格嗎 你要有Visa 過去唐山過台灣 也不需要Visa啊 就說這種 我們現在看到的 敘利亞的這些人 他沒有辦法穿越國界 然後還要看這些 西方大佬們的臉色 可是這件事是天生自然有嘛 它不應該是這樣 可是我們不能否認 我們都理所當然內化成了 對齁 如果來了太多難民 會拉低我們的生活水平 如果來了太多的難民 會造成我們的 集體的社會問題 我們會承擔不了 我們在看這些新聞的時候 忍不住都幫這些國家想 可是我們都要來想 那國家到底代表誰 誰掌握了國家 這國家是誰的 那我覺得現代的 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我們才看到一個一個的民族國家形成 包括菲律賓民族獨立 譬如說印尼和越南 甚至於台灣某種程度 就從兩岸的對立裡頭 然後我們成為美國的附屬殖民地 那其實這都是我們在 在發生在人類歷史才多久 不到一百年 如果我們今年都在說中戰七十年 那也就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我們認為 以一個民族 作為一個國家的主體 這件事發生在人類歷史裡 也不到一百年 它不是那麼天生自然有 它不是那麼理所當然 就是說這些制度跟法律 都是可變動的 它應該隨著人的需求 而被變動 那所以我放了 唐山過台灣 然後跟1949年的大車梗 就從中國大陸來了 兩三百萬的所謂的外省民 那這些當然我們在看到 這種全球化 大家都覺得 一方面我們國界的界線 越來越森嚴 可是另一方面 大家又朗朗上口 我們要國際化 我們要全球化 我們要多元化 那可是我們卻看到 各式各樣的制度 它其實是有利於資本的流動 有利於有錢人的流動 有利於帶著資本遷移的人的流動 我們都要降低這個門檻 降低關稅 然後讓外國的水果 可以傾銷給台灣 所以我們吃來吃去 其實都在吃國外的水果 坐船來的 坐船可能坐了一個月的 船來的水果 而不吃本地的水果 我們的農業自由率 是不到32% 這台灣曾經是一個 與你之鄉 我們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我們的道理還是出口 可是到現在 我們其實 我們仰賴的 我們生活的 這些食物來源 我們的大豆 黃豆 各式各樣的 幾乎都是國外來的 這是我們看到的全球化 都沒有機會再多說 那不過今天還是要講 這是我們熟悉的 所看到在吳趙烈工地的外勞 在工廠的外勞 幫我們照顧阿公阿嬤的外勞 或者是嫁到我們 嫁到我們 我們的遠方親戚的 某個外籍配偶 那這些外籍配偶 來到台灣 大部分我們也知道 他不是少奶奶 他們都要勞動 大部分都是在勞動 所以我會覺得 其實就是跨國牽引的 勞動牽引 那這裡頭當然是 女性區都60%以上 是一個女性化的牽引 這當然也牽涉到台灣的整個 結構就是說產業結構 一開始我們在1989年 進來的其實是 男性的外勞為主 因為那時候是營造工地 可是這幾年我們也知道 雪山隧道也蓋好啦 然後南北捷運也蓋完啦 然後東西快速道路 各式各樣的大型 大型的那個營造業 其實都差不多蓋完了 所以泰國的勞工 現在目前佔台灣的 外勞比例是最低的 最高的是哪一個 我講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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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是越南 是印尼 印尼現在佔了 如果 它大概有 我們有58萬的外籍勞工裡頭 印尼佔了差不多這樣 差不多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非常高 大家有一個印象 好像是越南 對不對 那事實上因為越南在2005年的時候 開始被凍結了 那你就說 欸 是我們家比方還是看得到一些月老 因為它有一些例外條款 不過嚴格說起來 它當初確實是最高的 可是到2005年的時候它被凍結了 凍結到今年才剛剛開始解凍 所以未來我認為會越來越多 那它為什麼會被凍結 你知道嗎 排滑 都沒有啦 我們就是滑 那排滑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就不多說 但是 為什麼會對凍結 我剛好可以看到 很荒謬喔 我們凍結人家不是他做得好不好 是他太愛逃跑 那就一個很奇怪的事 欸 越南人特別愛逃跑 那我當然 我們可以寫一整本學術論文來研究這件事喔 就是說當然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 現在逃跑率最高的是印度的 因為一來他的人口多 二來是越南當初引進的時候 由於他跟我們 就是說長得很像 其實整個中南半島長得最像台灣人的是 越南人 然後他又受到華化的影響 有一千年的華化影響 然後他的人的樣子 長得又跟台灣人特別像 那然後 所以再加上他其實他有 就是說他很多習俗啊等等都類似 那包括你去越南你看到那些廟啊 還有有一些 你到處都可以看到漢字 那 那所以 所以他們當時來學中文 我不知道跟這有沒有關係 但是我真的覺得他們學中文的速度也特別快 那然後當然各種習俗的相進行 所以 當越南外勞挺進的時候 一下子就在家務勞動這部分 佔了一個很高的比例 所以 其實只要誰佔了很高的家務勞動的比例 那一個國籍的人就會很愛逃跑 所以重點恐怕是在於 我們是一個什麼樣的家務勞動的體系 讓只要誰進來都特別愛逃跑 是因為台灣人不好嗎 也不是喔 很多你看你還幫你們家的應勞來 來借書 對不對 可是 可是如果你們家應勞有沒有可能會逃跑 也有可能 他逃跑我會不會說是因為你們虐待他 不一定 可是 那為什麼他要逃跑呢 就有點像我們會跳槽一樣 對吧 就是說 就是說 我有時候老闆對我多好 這沒有用 我要跳槽就跳槽了 所以 其實重點在於說 他在一個封閉的制度裡頭 然後他又不能夠換老闆 然後他又沒有同事 然後 他又經常不能夠休假 總統各種的台灣的外勞政策 造成了其實家務勞動的這一塊 他逃跑率特別高 所以當時是越南 就被凍結了 凍結了之後呢 現在就變得印尼 那我們為什麼今年 總算十年後 要開放越南勞工 重新回來 是因為他們翻然回目 變成好人 不愛逃跑的嗎 真的 為什麼 凍結 凍結 還沒凍結 但是因為印尼政府說 他認為我們家務勞動 已經15年沒有調薪了 家務勞動的 可不可以把基本 就是說把家務勞動的薪水 調高到基本工資 他要求的只不過是一個最最最起碼的基本工資 然後台灣的政府的反應就是 哇 那既然印尼 對 既然印尼政府提出要求了 提出一個合理的要求 所以為了 為了要前置他的合理的要求 我們就開放越南勞工具 所以這個實在是一點 這是一件很丟臉的事 就是說你看到政策上 我們怎麼樣在玩這個遊戲 它其實是鞏固了一個更不平等 如果我說歧視 那我覺得這種歧視會被政策所決定 有一些當然是我們已經長期的文化養成 但是另一個部分 這個政策 確確實實也會強化了 我們這個歧視更理所當然 那這是我所看到的歧視